记者在郑州生活工作了40多年,就在最近才得知在身边,居然有一座千年古寨。 8月9日,记者来到位于郑州市二,西区侯寨乡的上礼河村,在村的西北方向有一座千年古寨,长安寨,也叫上礼河古寨,正线县阳,突围斑驳的土墙见证着寨子的历史。 猛马新闻,东方金报记者,沈祥,摄影报道从已经倒塌的,南寨门进入不大的寨子,一条主街道两边分布着一排民区,村子里有几座青砖老房,是当年郑县县崖办公场所,长安古寨四周沟或环绕,当年三面环水,寨墙高筑,一手南宫,不为优深的近村小路。 据文献记载,唐朝天宝十四年,公元七百五十五年,安禄山反叛,攻破长安后,唐玄宗带领娘贵妃等皇室子孙向蜀迁移。 第三时皇子李景不愿意随附西迁,并且一心想打败安禄山,收复师弟,他带领自己的家眷向汴州,经开封一带,逃亡,路过如今的上里和村时,决定在此立足。 同时为抵御叛军建立了防守兼备的长安寨,并准备修养生习,招兵买马光复唐朝,后来安史之乱平息。 李景不愿再回朝享受荣华富贵,就在此已养天年,并要求子孙后代以庆满名。 拆下来的老砖和木扁还要按原样安装上去,墙上精美的砖雕。 抗日战争时期,这里是正线县衙,如今古寨还遗留下当年的藏冰洞遗址。 过去寨里因为吃水困难,村民吃水都要到山下调水,生活不方便,很多人家纷纷都搬到山下居住,寨子就慢慢空间下来。 只留下了三户人家还在坚守,很多民居随着时间的流,是慢慢坍塌了屋檐下的狮子滚绣球木雕。 如今,政府专门拨出专款对千年古寨进行了修复,以往恢复当年古寨的繁盛。 不为一些乱搭乱件已经被清空,不为等待整修的古民居。 是否则是否则是不价的。